联邦国土安全部的运作经费在今天午夜用尽 新预算如果无法通过 数万名国土安全部人员将被迫修无薪假 联邦参议院在今早通过一项较长其效的预算案 不过众院的三周短期预算案却没有过关 国土安全部可能因此在今天午夜部分停板 参议院在今天早上通过一项400亿到9月30号 有效的国土安全部预算案 不过众院的一项延长预算三个星期的短期预算案 却在今天下午闯关失败 如果在今天午夜前没有解决方案 国土安全部将会部分停板 24万工作人员中将有3万多人被迫修无薪假 其他人由于工作性质与国安有重大关联性 因此不能修无薪假 而必须无薪上班直到预算通过后再补发薪水 这些人员包括边境巡守员 机场安检和海岸防卫人员 打扶和海岸